河边的泥土里竟然有鱼 直接往外蹦了出来 而且还不止一条鱼 接二连三的有鱼往外蹦出来 真的太神奇了 接下来点个赞让我们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天气挺好 小黑正在河边干活 而旁边的泥土发生了奇怪的一幕 突然小黑就看到了这一幕 连忙跑了过去 把破土而出的鱼抓起来 放到了自己盆里 而小黑也是挺贪心的 把在外面的鱼抓了还不够 接着就往这个神秘的洞穴里掏鱼 还真的让小黑给掏到了 遇到这种事 估计大部分人都会继续挖下去 小黑也不例外 挖着挖着 镜头前出现了一只非常大的鱼外 小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这条大鱼怪我估计能挖多少钱 然后小黑就用它九牛二虎之力 把大鱼怪给挖了出来 接下来的一幕就更加神奇了 大鱼怪下面竟然还藏了一个洞穴 里面竟然还有很多的鱼 我估计这是鱼的老窝吧 现在我们一起点个赞 来看看小黑是如何徒手抓鱼 全程高能无料点 请勿刷走 没一会儿 小黑就装满了一大盆鱼 直接把这些鱼的一锅端了 其中在那大鱼怪最值钱 说实话 我非常羡慕小黑的狗屎运 好了 本期补与表演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怀疑本期视频的真实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看破不说破 我是古法 最后也请大家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古法 谢谢大家